这一两个月疫情趋缓 国内的登山、践行等户外活动都重新热落了起来 而位在跨连着西的南安八通关古道 一直以来都是热门的践行步道 再加上设置了石板屋之后 更有不少的山友也都多次造访 而当地的协作也在疫情期间训练导览能力 希望透过解说石板屋、步道 让更多的山友不只是来登山 而是来一趟深度的践行文化之旅 最近两个月疫情趋缓 国内的登山、践行等户外活动重新热落 过在花莲、卓西的南安八通关古道 一直都是热门的践行步道 加上设置了石板屋之后 不少山友也多次造访 我最高兴的是 能够我们国家公园有一条日记古道 又可以盖又加薪又很近 那个游客从北部、南部来的 可以半天还是一日游来这边 当地的协作也在疫情期间训练导览的能力 使用透过解说石板屋、步道 让更多山友不只是来登山 而是来一场深度的践行文化之旅 不过协作也希望山友能够尊重当地文化 虽然是开放式的 但是布农族的传统石板屋还是有经济 呼吁山友不要踩踏石板屋的屋顶 更不要在石板屋内露营 互相尊重一起维护山林 接着高雙雙左西乡采访报道